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这么快 来了来了 大家晚上好 万圣节快乐 本来是要装饭的 本来要打饭的 我装了 我装了 有没有看到我的头 他的那两个耳朵是吧 是耳朵吗 我刚才收到一个简讯 她说她本来要装扮成鬼娃娃的 可是她不小心扮成了巫婆 我扮出来我看 这么有点像巫婆 她还说本来要把她的嘴巴画大的 要那种撕裂的嘴 我说不用了 嘴巴够大了 这嘴巴是很多讲的 樱桃嘴是吧你要说 没有 这个是给她那种 那种按摩的粗食 没有 按摩最喜欢这种嘴巴的 对 我们要做灵异的 不是做搞笑 我狩猎一点 我狩猎一点 她一来就很多笑点 她就说她把她的脸涂白 我说你再怎么涂白 也不够Cyndia来的很白 我记得都很白了 然后这两个都没有画 还好我没有画那个嘴巴 可是她本身就很白啊 是吧 不会 你本身没有白 我比你白好 你跟我比干什么 你跟我比 根本就没有人比嘛 我算白要配 今天是我们的万圣节的一个特别节目 也是我们这整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 真的 最后一集 我没有要哭 假如我们真的有很多故事 然后我们很多观众有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 我们可能今晚会稍微的延长一点点 可能15分钟20分钟 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其实是很free and easy 相信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就是在酒店遇到灵异事件 我相信线上的朋友都有出国 也有住酒店的经验 所以我们想听一下你们的一些分享 假如说你们有什么比较恐怖的故事 可以发进来 然后我们的两位主持人 会跟大家分享出去 要讲两位美女 两位美女 如果去别的地方 她们都讲社会美女 社会小美女 很开心喔 突然就不想让她们讲名字 就给她们叫美女 超过美女就好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只讲真话 你很厉害良心讲 真的喔 很多人就问今天没有南瓜妆吗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 那可能我想打扮成什么 我就说我其实想打扮成 所以我觉得很难看 你怎么样 你说Siri拌南瓜 我还可以想想 我为什么可以拌南瓜 你说你拌倒给 我还可以 可以买那个 我就觉得很有趣 就看到了 对 那个Niki最喜欢的 放一个东西 Niki本来就是南瓜 你是不能吗 她讨厌的 你看这样子 好啦 我们先来分享我们的 OK 既然我们讲到 酒店的灵异故事 是 我们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OK 住酒店 你们要做些什么 要睡觉了 敲门 你睡之前要敲门 你住进酒店要做些什么 什么仪式 对对对 我们来回顾一下 温故之心 我们来回顾一下 想问问大家在线上 进酒店时有没有敲门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没有习惯敲门 他们觉得 哦 没关系 没有什么 其实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敲门 是什么 而是在柜台问 是不是尾房 哦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经验 因为我常常会跟线上的朋友 分享说 尽量不要住在尾房 因为尾房 其实尾房 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 可是尾房也是 假如你相信的话 他是会聚集最多灵异朋友的地方 因为我曾经在节目上 曾经讲过 为什么尾房会有这么多灵异朋友呢 是因为他们都是走直线的 灵异朋友 尤其是酒店嘛 酒店的走廊是长长一条的 而且酒店的尾端 他是没有出口的 就是他是尽头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那些灵异朋友走的时候 走到尾房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门口 就是在尾房的门口 聚在一起 为什么不要聚到中间 因为他们是往前走啊 因为他们是往前走啊 到最后一个 到哪一个终点 他们就是停留在那边嘛 为什么这样 所以你假如看得到的话 你会看到 那个角落头都是他们 所以第一件事 不是敲门鞋 是要 确定说你拿到的 不是违法 大家学会了吗 可是 一下到 不是一下到 对不起 可是 我自己的经验是 因为我那时候 我是安排了一个staycation 然后我住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时间有一点迟了 所以我到了酒店的 那个柜台的时候 他就说 Mr Lau 我们给你free upgrade 因为我原本的房间 只是一个普通房间 他就说free upgrade 可是 当他讲free upgrade的时候 他的脸上 却带了一丝很诡异的笑容 Mr Lau We free upgrade you because no more room 他讲的这样 所以我从他的表情 我知道说 没有好事情 所以我第一 我马上问 那我说 is that a corner unit 他就看着我 我说yes 哇塞这个人怎么知道 而且而且那一间房间 真的很大 那一间房间有客厅 有一个客厅 连通一间很大间的房间 还有那个浴室 你本来的是什么 本来只是一个小房间 所以他upgrade我是那个 算是套房 套房 可是整个房间就很诡异 而且那天晚上当我在房间的时候 我是把客厅的那个门给关上的 可是那个门旁边有一个一道小窗口 你是看得到那个客厅 所以你会一直 我会用我会瞄到客厅里 客厅里面有很多动静 就是感觉很多诡异的东西在飘 甚至他们趴在窗那边看着你 所以而且那天晚上整晚你很难入眠 因为你会觉得整个房间的磁场很不好 可是你又不能换 所以 free upgrade不一定就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到酒店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酒店 千万千万 除非你很多人住在一起 假如只是一两个 千万不要拿围房 真的 他有他的原因 是不是多一点人的话 因为多一点人 我们的磁场 我们的人气就比较旺 所以他们就会往后退 可是当你假如说Cynthia Cynthia很喜欢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房间 你可以想象你一个人住进去 你去浴室 一打开门他站在那边 或者你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站在你窗间 你会崩溃 我觉得这种是非常恐怖的 真的 有一个台湾艺人遇过 他去菲律宾 然后真的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有一只女鬼就站在他窗外 窗外 对然后你去看那个壳灯那边飘 然后那个女鬼就这样 然后就很怕 他就不要睁开眼睛 可是他终于睁开的时候 那个女鬼就是这样 看着他 他吓了 他快点跑去另外一间房间 就是其他制作团队在另外一间房间 其实很多酒店 其实我还是要补充这一点 我觉得很多时候 不是所谓的这些酒店有灵异朋友 或者是这些酒店闹鬼 可是我们会想想 我们会发现很多酒店 他们的房间的窗里是比较厚实的 因为他有雷可灯 因为他把整个房间都关的暗暗的 他是一个非常适合阿飘朋友去集的地方 再加上酒店很多时候都有常常的走廊 这是最吸引阿飘朋友的一种地方 再加上阳光是照射不进来的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适合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 当然有些酒店因为某些历史原因 或者某些意外 会累积一些灵异朋友的关系 不过很多时候当我们住进一间酒店 不是因为他本来就在里面 而是他刚刚好跟我们一样路过 Carol就有讲不一定是尾房 他说他在中间也是遇到 那就是Carol这些人 我不是说尾房一定会有 不过尾房的几率比较高 我也不是说其他的房间不会有 不过几率比较低 比较低 当然我们一进到酒店 一定要敲三次门 为什么三次 你最起码要敲 我没有敲了 所以你每次遇到 帅呀没有遇过 因为他看到你他瞎到就走了 很好 金水不怕河水 他就看到你 他就说这个人我忍不起走了 等一下很好忍不起 那也好 你不要这样子讲我会怕 等一下他闪着忍不起 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进去 一定要先敲敲门 敲门之后就是一种礼貌 一种最基本的礼貌 像你去人家嘉义 也是要先敲门 然后屋主才会开门给你接 这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一敲门 你一打开门 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你要把你的身体斜一边 真的我就看到有一个 我刚才本来要说的 有一个人说要斜一边先 撤一边 让里面的可以走出来 很多人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即使敲了门 门也打开 你顶在那边 他就跟你一起走进去了 所以这是 他可以通过你吗 不可以 这我就不知道 不过很多老师是说 尽量撤一边 让他们离开 而且他们离开 这位老师曾经跟我讲过 他们离开 他们不是去很远的地方 他就站在你的房门口的旁边 外面的 对就在外面 很像他就把那房间疼给你了 你要坐几天 他就疼给你 这样他脚不会酸吗 他就站在外面 他跟你说这样 以后你有机会 他说是 你去问一下 我不要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我问不了他 我看不到他 我让你看得到 我们来做一个小仪式 我不要 我不要 而且我 我自己本身 我会一定要把全部的窗 全部打开 是你的阳光 假如晚上的时候就不做了 晚上就不做 这么做 不可以的 晚上不要这样做 对 会 然后最重要 我常常会做的是 我一定会把 我一定会把那个洗手 那个冲凉房的那个烧隔灯给拉开 我一定会拉开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想冲凉冲一半 但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其实也不喜欢那个冲凉 因为感觉好像里面有多一个空间 对 不喜欢 对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去制造了另外一个空间 所以你把它打开的话 还好 不过有些 有些酒店 他的设计很奇怪 就是他一间酒店 一个洗手间 他有很多不同的空间 他的厕所是一个空间 洗脸棚又是另外一个空间 对对对 所以这种是从风水角度是最不好的 真的 而且你会发现这种 这种的那个厕所 他会很容易噪音 而且不管他多鲜 你去看假如你们有机会住进这样的一个房间的话 他有很多污垢的 他的整个 不管他们怎么擦 整个里面感觉是 潮湿的 很潮湿 脏脏的 所以是从风水角度 这种厕所最糟这种厕所的 不过有些人其他不是也这样子 就是他们家够大的话 他们都会这样子做 所以是不好的 就开门的意思是吗 没有他就是变成 我有一个独立的洗手 我有一个独立的上厕所 独立的洗澡 不过我们家 我们住家还好 因为他毕竟还是开放式的 不过酒店 酒店的那个 那个 他都是那种很像有 所以他整个地方是非常潮湿 所以他是比较不一样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最重要要做的 假如是 很像新店 你假如一个人的话 你住进了那个房间有两张床 另外一张床你要怎么做 放 bag 放 bag 这个我学会了 放 bag 要把它弄乱一下 就要 再跟你一起 然后可能会躺在旁边 这是很重要的 好笑 你不知道 不知道吗 弄乱什么 弄乱那个你不会用的床 就让你有两张床 你要把另外一个很热 再有人住 让他们会觉得可以躺在那边 我一般我会丢上去 就是我小听话 给丢丢丢 对就是尽量让那张床也感觉有人在用 最重要的是 晚上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们晚上睡觉 你们会不会最起码留一盏灯 不会 因为我怕 会吗 完全没有灯 好掉了好掉 在其他的话不会 因为这只光它需要按 我觉得 反正留一盏灯不恐怖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留一盏灯 就感觉很像 我不知道我也很恐怖 你怕我这样子 现在因为这样看见你 我现在看着灯 你不觉得晚上你 你秘密麻麻你感觉有人补摸你的 对 那更好 等一下结果是张网在那个脸上 对我踹过 我也是踹过 这个真的好恶心 其实我还记得很久以前我去过 印尼的巴当 我去印尼的巴当 做义工 所以那边的酒店都是很脏 真的很脏 真的很脏 所以那时候很多义工一起住进一间房间 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我们是 就是因为是去做义工嘛 所以我们就是四五个人就 共用一间房间 而且那间房间也是一张 双人床 然后其他的人都睡在地板 而且是很薄的一条 很像那个 怎么讲 我们就这样睡在 到了晚上 我睡到一半的时候 我发现 似乎 我旁边有人在摸我 可是 什么意思摸你 摸我就是 很像摸我的耳朵 摸我的耳朵 然后我就 我就 稍微描了一下 我跟我一起同行的人 其实是睡在另外一边 我是自己睡在一个空间 Oh my God 他是睡在你左边 这是右边摸你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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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我就在那边发麻了 我就说 这个这么 因为我都常常讲过 我只会是看到 或者感应到 对 这种触感 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得到 然后 突然之间 我感觉到他摸我的脖子 越来越明显 越来真的是 有人说阿飘会进去我们衣服里面 然后我就 就开了灯 因为我知道是甘妆 哈哈 跟我一样 我以为是他在我头发 而且不只一只 是很多只 是我开了灯的时候 那个甘妆 不只是 在我的身边 连我的同事 跟我一起去的 他周章都是六七只 所以 很大 很大很大只 不可以 所以 住酒店不一定是阿飘 所以假如有东西摸你不一定是阿飘 可能是蟑螂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有些时候 当我们 有 这种触感的时候 还是要比较理智一点 因为 真的可能 他就是 可能是蟑螂 也可能是老鼠 你们情愿看到鬼还是蟑螂 蟑螂啊 可以吗 我情愿看到鬼 不是 不是 可是不要给我看 谢谢 可是我张情人 我不要看到张蓝 我很怕张蓝 你怕张蓝 你怕阿飘多 我觉得阿飘 像阿浩哥讲的话 不一定会害你 张蓝一定会啦 害你 然后会 他会咬你 他会咬你 喂 张蓝会咬人的 就是说他不咬 他这样子就够了 你就是说会有 蟑螂 是不是 我很恶心 阿飘可能会唱在那边 看我也 很多人都说Cockpitcher,Scarion,Rpial,真的 是什么 其实我们来 side track一点点 竟然讲到小强的故事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做临时工的时候 我在一间鞋店 这间鞋店大家都多多少少会买过他们的产品 它是buy and troll away 它的品牌叫buy and troll away 那时候我16岁 然后我的店的外面 就有一个小小的缝隙 一个小小的洞 然后我的店长的姨妈还是姑妈 我忘了他就看到一只小墙爬了进 钻了进那个小洞里面 他灵机一动他就去烧了一壶开水 突然之间他就觉得说我要 他去烧了一壶开水 然后他就快把那壶开水灌进了那个洞里面 全部跑出来 他不这样做还好 店里面其实还有客人的 我还有我的店长还有副店长 都在店里面有200多只小墙 同一个时间全部冒出来 200多只 而且还有albino 就是白色的蟑螂 还有蜈蚣 而且还能飞的 有些小墙还是在飞的 你可以想像我那间店 突然之间都是小墙 唯有我还有那个阿迪 我们再拿沙重机再灭他们 我怎么还敢 其他的人都跑到光 我也是跑的 所以 无功我不可以无功我跑 当然我还好 小墙真的有些时候会比阿飘来的更恐怖 真的 真的 我听了我都好唱 然后我们线上有些朋友说 住宿酒店了之后 不要把衣服放在出柜里面 我其实我会 我也是会 我会 不过有有专家这样说过 有些这些所谓的阿飘朋友 他们就是躲在出柜里面 所以当他们躲在出柜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衣服在衣服在那些有形体的东西 对 很像打个比方尤其是你们女生 或者我们男生的衬衫 有一个形体 他就会附在上面 假如说你没有穿的话 你把它收回你的行李箱的时候 他就跟你一起回家 所以有很多专家是说 尽量不要把你的衣服摊出来 可是 很像你们这种要去拍戏 要一住就是几个礼拜的 一定会把衣服一条一条掉出来 对啊 就算去Holiday 你如果不掉出来很臭 但是现在要掉出来吗 我觉得 我不懂怎么接 Holiday要收起来 然后你看到你房间你开ACON 然后再出去的时候你关ACON 那个潮湿度我觉得 不过我是觉得尽量 尽量假如说你们 假如真的要把 因为毕竟那个柜子就是给你们用的 你们不用的话也很说不过去 可是你们一进去房间 你们多少被感应的到 那间房间OK吗 假如你觉得OK的话 就可以好好的用了 可是有人说你可以掉 掉了之后你拿下来之后 你就把他打一下再穿 删一下 等下你删删的时候 他掉出来就 喂 这么出力 这个好凶 可是我 我真的会这样 因为看他走 我也是会这样 其实你们有没有很像 住过一些比较恐怖的酒店 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恐怖酒店 知名啊 其实你刚才讲Bak Tan 其实Bak Tan我住过一间 它其实不便宜 然后它是算宇宙的 我知道那一个了 东西超好吃的 对 挺新的 Bak T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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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有 可是它是靠海 对 然后我没有去查清楚 我只有看它 那个就是 Kai Linus 他说鬼东西 然后进去之后 哇 我们全部人很怪的 那个感觉就是 感觉好像里面有其他的人在 虽然它真的很漂亮 可是就很奇怪 然后我们要走去海边的时候 要经过一堆石头 要走在石头上 我差一点就掉下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有人推我还是有风 我就是突然间这样 哇 吓到我就突然去蹲下 太恐怖了 下面都是海了 我就会直接掉下去 你讲到Bak Tan 我就有一个故事是关于Bak Tan Bak Tan Bak Tan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度假身体 start with letter B的 BT 他是BT group 他都是一BT的 很容易拆 哦 BT group 其实你住一晚大概是每天五百多到六百块 他是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度假身体 虽然说在Bak Tan 可是他算是非常昂贵的 就有一对情侣他们要庆祝他们的 不是结婚纪念 是认识 就因为他们还走在一起 所以他们在祝福他们的祝福 然后他们住的那间resort 是一个attached的jacuzzi 而且那个attached jacuzzi 是从他们的villa往外出去 就是你站在jacuzzi的那个平台 你是看得到那个山山水水的 很漂亮的 而且他们的整个villa 整个是建在山顶上面 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有人爬得上来的 因为都是很陡峭的那个山坡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过了好几夜 第一晚还没事 第二晚 他跟他的男朋友就在那个jacuzzi里面泡上 就泡在jacuzzi 喝着香饼 吃着水果 好浪漫 很浪漫 然后他的男朋友就说 他要去拿一些 很像一些crackers这些 就走着进去那个villa里面 突然之间 他对视着的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栏杆 就是那个jacuzzi platform的栏杆 他的感觉 不懂是错觉还是真的看到 有一只手 然后另外一只手就 这样拉住栏杆 你懂 你看着的时候 他是你就只是看到手指 拉着那个栏杆 他就吓到了 因为他是对着 那个栏杆的那个方向 突然之间 他看到的 这一幕 他吓呆了 就有一个类似一个女人的头 他其实没有看得到他的那个五官 就那个头就慢慢的 从那栏杆升起 就是这样升起 就是一个黑 因为其实他也是看不清楚 因为外面是一片黑的 就这样升起就 那一刹呢 他就 叫他的男朋友 就喊了很大声 可是他男朋友过来的时候 一开灯 什么都没有 故意给他看 故意给他看 而且 听说 听说啦 那一天晚上 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哇 你们明白 就是女生的 女生的那个生理期 妈妈的妹妹找了他 所以他就可能觉得说 因为他的身体质 就是很像 可能他闻着那血腥味而来 不要这样了 今天我妈妈的妹妹也是少了 哈哈哈 你这样说我不怕的 不要紧我有狗 没有用 你这只狗没有用 欸什么 所以这个酒店就是 其实我自己也有去过 我真的是非常美美丽的一间酒店 可是整个酒店的这个氛围 因为他是一间一间的 在里面给人家砍死 都不会有人知道的 真的 因为他太private了 那你有没有过凶杀案的 倒没有听过 对 他们也不会爆吧 可是我还记得 我从那个 就是酒店的那个lobby 要走到我的villa 我要足足走大概十分钟 因为他爬山上去 哇真的很美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而且晚上我是不是很敢出门 因为你看不到东西的 真的是看不到东西的 所以这是我记得其中一个 出生发生过奇怪的事情的一间酒店 不过不是我这亲身经历 啊 这个是把他当冰单 我来分享jakarta 哈哈 我们对英语有仇 不是 对英语有仇 有人讲日语有仇 有台湾的 我想要再讲一下 OK好 结果这是发生在一年前 两年前吧 还没有covid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去jakarta 就出国办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跟我的 我跟我的前男友 我就出国去jakarta 然后我们住的那个 jakarta那个酒店是吧 就是apartment跟酒店是一起的 你知道吗 有时候会有些酒店就是apartment 然后service apartment 然后住那个酒店 不是service apartment 然后酒店在这里 下午一天晚上酒店 对 酒店在这里 然后那个service apartment在这里 然后睡眠铺就在中间 然后我们就坐在睡眠铺那边 可能你住在睡眠铺 没有啦 我就坐在睡眠铺 睡眠铺那边不是会有一些雨伞 之类的 我就坐在那边聊天 对对 就是在那边聊天啦 聊天聊天 然后就看到我对准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坐在这里 然后我对准的 就是service apartment 然后我就 我们在那里聊天聊天 我就看 突然间我的赛爱 我就聊到 有一个女的 擦头发 白色衣服 她就坐在railing那边 你懂 service apartment 不是会有 balcony咯 balcony 它会有那些railing 她就坐着 然后我就说 有没有看到 然后她那边 然后 然后 她就 我旁边都会 她就 什么 没有啊 然后突然间我看着她的时候 她是这样坐着 她的腿就这样开始 她的腿就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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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她的腿就在那边 就这样 我们在看 比如说这个 在看 对 我们觉得好恐怖 那个阿飘可能只是在那边 对 像这样子 没有 她其实基本上就是不同的 我们不同的 perspective 对对对 我们觉得她恐怖 不然就是在做她自己的事情 对吗 不是我也觉得我恐怖 对吗 很像我觉得 那时候 我们现在讲完了一米 泰国有吗 哦 我住过的那个 上上一个 上一期有讲 那时候就是跟公司去 那个companied去 然后那个死人 Trave agent 就给我们这间 这间 他不是说很价格 可是很阴 你在大门口你会觉得 像我拍酒店 那种怪的感觉 你进去之后 大厅来可是一上去酒店 我很衰 我在最后一间 然后外面 感觉就是阴阴 蓝色绿色的灯 很暗 那种走廊 就很奇怪 我们每个人都睡不着 是在Bangkok 在Bangkok 我真的忘记那个名字 可是他的样子 像上次你讲的时候也不懂 然后 就是晚上 我也不知道 我第一次不敢用浴缸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恐怖 真的 我就趕快洗了脸要出来 然后我在洗脸之后 感觉有一个人站在浴缸的康 你们只是一间房间出问题 没有几间 我住过的那一间房间 他其实整个服务是非常好 他是一个很廉价的一间酒店 他很像丹利兰的 就是一个家庭式的一个酒店 甚至名字都很家庭式 一天可能不到新币五十块 可是他的服务却很清洁 你要吃什么早上都会做给你吃 其实我的房间还好 其实我的房间还好 我的那一间房间就是很普通 可是唯独 他里面 我去因为我有这个好奇性 我很喜欢去翻抽屉 他里面有可兰经 有圣经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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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经 很多不同的经书 摆满 而且他的书架都是这种 religious 那怎么睡 没有我就感觉 为什么每一间房间的这种 经书都那么多 不过我住在那边 足足住了一个礼拜多 不过都没吃 因为我在那边有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问他 你们这里有没有游泳池 他其实是很小的一间酒店 他就说其实有 他们其实有露天的游泳池 在七楼 其实他是你坐到七楼 你去啊 七楼你这样爬楼梯上到八楼 他就有一个很小的游泳池 你可能游泳池 就是不到几下直接你就游泳池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七楼和八楼之间也是同样的 很多房间的 可是没有人的 真的没有人的 就是空荡荡的 而且每一间房间 里面都是空的 连床都没有 因为是打开的 因为有几间房间是打开的 然后我就去游 可是当我在游的时候 我就一直感觉 外面很像有人在看着我 就是走廊那边 因为他只是隔着一个门 就是一个玻璃门 你就感觉玻璃门之后 很像很多人站在那边 你懂那种感觉是 你没有办法形容 可是你知道 他们都在那边 我就晒太阳 然后我就游好了 我换好衣服我就下到楼下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毛病 我就下去楼下 我说 为什么楼上你们没有开 我说 这里不是说 因为我book的时候 我的朋友book的时候 他说已经客满了 所以很难才有一间房间 不过我看到是七楼八楼 还这么多间房间 因为我跟他们蛮熟的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没有他讲说 是给他们的 我说 我说 什么给他们 他说 you know for them one 我说 我说 two whole floor 他说 yeah here a lot 那他还叫你去游 没有 因为我只是要游泳 我只是要去游 可是他说 here a lot 他讲 因为那个uncle 真的人很好的 你问他什么 他说 hear a lot you can see 我说 我就 因为他只有 一楼当然是lobby 二楼三楼四楼 五楼六楼 是有人在用的 可是更奇怪的是 当你 因为他的电梯是很小很小的 就是可能只能挤一个四个人 他就满了 有些时候我很懒得去挤 我就会爬楼梯 你爬楼梯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后面一直有人跟着你 而且那个人走路的方式是很像这样的 很奇怪的 就是你走几步他就跟你走几步 你停呢 我停他就停 不过可能是错觉 可是每当我走下楼梯 我都会有这个感觉 可是我住那天很多次 我都没看过他们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们 有可能那个圣经是在那边给你不看到 对 有可能 所以这间酒店我就不讲名字了 不过我相信 你们假如我会找酒店的话 一定多多少少会住进去 有人说那个圣经 就是酒店圣经不可以翻 他翻了 我翻过了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要翻到谁了 我就读一下 然后我就继续翻 不过你最糟的是喔 你住进的那间酒店已经打开了 那就是糟了 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就拿来镇住他们 圣经一打开 就是里面已经有这样东西了 我属过 就是代表说 酒店的负责人知道这间房间有问题 他们才会把那个圣经可兰经 或者是火点打开来镇住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们看到无所谓 你们假如真的不小心住进去 你们可以选择换房间 或者你不要去移动他 有些人啥到把他关回去 你一关回去就 好死了 怎么讲 没有事情咧 我关了 因为我说 你我不要算了 因为我有点OCD 为什么这样开住呢 没有用到的就关了 其实真的 我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因为那时候我去日本 日本 日本 因为那时候我去日本 我是去了两个礼拜 然后我每一天都住不了酒店 因为每两天 因为我们倒是去日本的每一个小岛 然后我就住进了这个酒店 我很少会看到日本会有 真的很少会看到 因为他们那边的宗教 不是聖先 是不是 然后我就走进去 就看到一个摆布 开着的 放在桌子 那就 自求多福了 然后不要紧 不是我去关了 我的朋友没有想这样 他就关放回去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可以关 然后我们那一整晚不能睡 哦 可是 我们没有感应到什么 我也没有感应到什么 只是 不能睡 就一直放在放去放在放去 就 我就心里想 我们已经很累了 为什么还是睡不着 一直放在放去放在放去 就不能睡 哦 还好 我没有看到 其实讲到日本 真的 真的 日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间酒店 很多 很多 cabin crew 就是那个 就是 空姐或者空少 他们在南国亚 在南国亚 都会租进这间酒店 我上个礼拜有讲到 那个故事是吗 有的 有的 这个不是空姐 这是我的以前的同事 我的同事跟我分享 他跟他的两个女儿 一起去到了这一间酒店 嗯 就是我上个礼拜 讲到的那间酒店 都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人 可是类似同样的东西 他们就 就是 其实房间都很小 那个日本房间就小小的 而且你打开窗户也没有用 也什么都看不到 对 然后他们住进去 他跟他就是 一张 比较大的一张双轮床 三个人挤进去 不过他们三个都很瘦小 所以刚刚好 他们睡到大概凌晨两点了 也多三点 其中一个女儿就一直听到 因为他们把灯全部关了 有人唱歌 哎哟 而且是唱日语歌 而且是非常凄凉的日语歌 然后就越听越不舒服 因为感觉是在他耳边在唱歌 Oh my god 然后就把灯打开 我还想开 他怕是有人坐在他旁边唱歌 太危险了 他把灯打开的时候 就不小心弄醒了他妈还有他的姐 然后他就说 你们听吗 你们听 有吗 其实他还在听到 他还在听 然后他妈就说 没有啦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是不是太累 他姐也听不到 唯独他听到 然后 然后 然后越来越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直到突然之间 我刚才不是讲窗外 你什么都看不到 突然之间 那整个窗在颤抖 就是感觉外面的东西要进来 一直在摇那个窗 而且他的那个 那个窗是 类似那种日本 比较早期的那种日式窗 那种百叶窗 一直在抖 感觉他要闯进来了 然后 这次妈妈和姐姐也看到 因为他整个东西在抖 我以为他们都还没看到我 突然之间 他们就听到尖叫声 很大的尖叫声 就突然之间没了 姐姐就打电话去柜台 他就说 是不是楼上的人在 在吵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去查看一下 可是他们去到楼上 其实楼上的 那个房间里面的客人都睡死了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 他们就 就来到他们的房间 就 敲了他们的门 就给他们讲 展示说 没有 没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 他们的服务人员走到不久 又有人在敲门 又有人敲门 又有人敲门 面面去开 可是外面又没有人 外面没有人 他门一关 又有人敲 然后 这次妈妈去开 也没有人 突然之间 电话响 电话响 姐姐听 她在唱歌 她就唱歌 又是那首 又是那首 因为姐姐和妹妹不知道 因为姐姐听到的 和妹妹听到的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不过又是在唱歌 突然之间 他们的灯灭了 哇 等下我不想开灯 灯灭了 这时候 这时候 那厕所里面的玻璃 烈了 烈 烈 烈了 然后 他们三个就决定说 要 要离开 肯定 因为 因为 他们听到烈的声 你要抛了一声 可是 当他们去柜台的时候 说楼上有问题的时候 柜台的人带他们上去 打开门的时候 打开那个厕所的时候 那个 那个 镜子是完好无损的 Oh my God 所以他们到底听到了什么 到底那天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不知道 可是我却觉得是很猛 真的很猛 真的很猛 而且 而且 这间酒店 不止一次 太多 太多次了 太多 太多次了 你们想要知道 你们可以找蛇鱼 蛇鱼会跟你分享 为什么找我 找你 我不知道这个了 是他跟我捡歪动 所以 你们假如去Nagoya 的话 不要去那家 这间 可是很多 可是很多 Nagoya 很多 Nagoya 很多 还有吗 尤其是日本 对 OK 其实你刚才讲到敲门 其实很多人都有遇过敲门 我想分享一个在云顶 哦 很多人都在说 对 可是不是我 是我的租客跟我讲的 对 我租客 对 因为我们有 我的租客是我家里 有一些房间租给人 对 然后他说 又是一个叔叔 他年轻的时候 有去云顶 就跟一些朋友一起去玩 然后 就一直有人敲门 然后他们就开 没有门 然后敲门 一直开都没有 然后后来 就更恐怖了 他们 他跟他那两个兄弟 就回到这个 hotel room里面 然后 整张床 突然间 一直动 真的真的 那是不是vibration bay 不是 是啊 还是water bay 对water bay会 没有 就是动到 好像整个要翻人 哇他们吓到 三个大男人跑出去 就不要再进来了 对 对 云顶的那一间 就是那间 只有那间 蛮多间的 还有三间 那个 比较高党的 他们是free的 明白明白 只有free的才住得进去 你完全反而住不进去 你是说你是毒鬼 哈哈 没有 他现在很多上云顶都是毒 说了我啊 没有 哦真的吗 你去云顶干嘛 去吊男生 帅啦 那别说他叫我吊 吊男生 对啊 云顶我都是以前跟爸爸妈妈去 长大之后就没有那么想去 无聊 对我来讲 真的吗 我很喜欢云顶耶 我超喜欢 去堵啦 都有啦 就是感应一下 看一下 atmosphere这样的 对对对 上过那个cruise吗 有有有有 有没有听过cruise的灵异故事 哎呦 你不要回乐我的cruise的回忆 我很喜欢耶 cruise其实是很美的 我12月要去 哦 我们假如有上过cruise的话 你会知道说 当他们到了公海哦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走 就是整艘船就是让你去 对对对 然后 我的这位朋友哦 他就是很喜欢追海风 他的全部的朋友 都在casino里面围堵他 他都很喜欢到那个 我们叫做那个 对对对 他就会站在那边 就是啊 就会对对对类似 他就会站在那边 嗯 他就当他站在那边 那时候是已经是凌晨了 嗯 又不睡觉了 因为其他的人都在 啊 赌场里面 他真的太厉害了 他就感觉 阴风阵阵 其实海上的风是很凉的 对对 假如你们有坐过船的话 可是当时他感觉到的 不是凉意 而是阴风 嗯 他就感觉那股风 一直往他的脸上吹过来 当他转头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 deck的另外一端 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 然后他没有感觉什么不对劲 他没有感觉什么不对劲 他只是觉得可能有另外一个人 跟他一样要出离海风 然后他就走 他就走进去了 他就走进那个酒店 就是那个cruise里面 然后他从另外一个门又走到后面去 因为他要跟他讲话是吗 不是 就是他走到另外一边 因为他在船头 然后他走到要走去后面 他当他走到后面 要到后面的时候 他又看到那个红衣女人 站在那边 他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他走 他又很快的速度 就是cut shot cut 他才刚到 他怎么会比他先到 然后这时候他又感觉到那个阴风阵阵 这时候这个女的就突然之间有一些很诡异的动作 他就爬上那个栏杆 就跳了下那个水 跳下那个水 他就框了 他就喊 说people overboard 就是有人跳船的 然后那些船长这些也来 然后后面就看了那cctv 可是cctv只有他一个 没有那个红色衣服 红衣蓝 所以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所以到现在那个cruise的负责人 都以为他是在恶作剧 可是他很清楚 很清楚的他看到了那个女的 只是虽然说是背影 不过很立体 很真实 而且他看到他的时候 他是跳下去的 可是他说他跳下去的时候 他却没有听到 那些水花声 或者是那个掉落水里面的那个声音 可是他第一时间 他想到的就是要救人 所以他喊人 叫人来帮忙 可是cctv 他们就是在他附近 在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还好他没有跳下去 很高耶 他在最最顶端 他跳下去就是十多龙跳下去 所以 有些时候你上cruise的时候 你都可能会碰到 船上的灵异朋友 就不要一个人去晚上吹海 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 cruise之前不是有一起吗 那个 老人 那一队 他们 就是那个爸爸妈妈 老人 他们自己去cruise 然后 怎么知道 到现在大家好像 我看follow up好像没有讲 那到底为什么 就是那个爸爸 从那个 balcony 对跳下去 可是人家是怀着很开心的心情去的 他不可能是去cruise 对 所以也没有录到 然后也没有人及时去救他 到现在还是一个名字 你们知道吗 新加坡的故事吗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是一些未解的一些谜团 你真的不知道到底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蛮伤心的 很像我们谈到灵异酒店的时候 我们讲到台北的时候 当然大家就会讲到那个很高的 而且我也曾经住进去过 我住进去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要找那两道福 他本来就是正住在那个酒店的那个大厅的 你一走进酒店大厅你就会看得到 可是我去的时候已经不在那边了 所以我甚至还问了那边的那些工作人员 他就跟我讲说他在地底下 Basement 2 我也下去了Basement 2 真的就在那边 而且Basement 2就是通往他们的 Jacuzzi还有那些Sona的那个入口 对 所以你去到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Sona 虽然说里面是很多热气的 可是却是阴风真正的 它却是冷的 而且是冷到刺骨的 而且整个地方是给你感觉很不舒服 你还想要快点离开 对 而且整个地方的氛围 似乎就是 它就是另外一个空间 对对对 会感觉到有点难呼吸 对对 机会去的 你们可以尝试下到那个Basement 去尝试一下那边的感觉 我才不要 哈哈哈 不过那酒店真的很好 尤其是早餐 哇 好吃 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要西餐有西餐 中餐有中餐 台湾餐都有很好吃 而且都很道地 嗯 而且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免费的 那是最好的 修 是有人up派我过去 我太好了 而且住进去是完全免费 连飞机票都是免费 我以后要不要plus one plus two 我不要过去 以后我们去探林的时候 我没有探林 我只是去那边的 没有探 不过讲台湾 其实台湾有很多鬼故事 所以有名的都在山上 高雄啊 呃 嘉义这些地方 嘉义 嘉义蛮多的 然后他们都 有没有听过 红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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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衣 红衣不一定是小女孩 但是还是穿红衣的 还有黄衣的 为什么 就是他每次穿黄色的衣服 对 就是他们说山上有那种山林 他会故意让你就是 就是 迷路 嗯 讲到台湾 因为 我们知道假如 你讲到灵异故事的话 嗯 要么就是泰国 泰国很猛 嗯 要么就是台湾 台湾可是不是在台北 他就是在另外 另外一些地方 像高雄啊 这些 都很多 呃 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是 非常多 呃 鬼怪的 是其实是 是菲律宾 哦 听过吗 没有 菲律宾比较少 我听菲律宾这个是 我听到的最 有点最恐怖的 是 他其实是在一个 蛮 蛮多人会去的一个 度假生日 嗯 然后他就 那天晚上他就去酒吧 喝完了酒 他就回到酒店 他就看到有一个人 就鬼鬼祟祟 从他的 那个米兰跑出来 然后他就 他的第一个 感觉是说 这个东西被偷 啊被偷 他就追 他追追追追追到 一个尽头 就是那整个米兰的尽头 那个 那个人 他就蹲下来 蹲下来 他就开始在撕咬 地上的一块肉 嗯 因为他嘴巴是 其实是叼着一块肉的 他就在那边撕咬 然后 突然之间 这个人 感觉到 后面有人在看着他 他就转过来看着他 他其实是一只 马头的一只人 有这样的人 有 有 其实在菲律宾 他们也相信 有这样的 我们叫做牛头马面 他们不是 嗯 不过这种 这种他们不像我们 华人 华人的传统 我们的牛头马面 是保护我们的 不过他们这种 是比较邪的 比较魔鬼 就是魔鬼来的 所以他看到他的脸的时候 他是一只马脸 而且眼睛是红色 可是当他要跑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感觉脚抽筋 那怎么办呢 脚抽筋 然后 还不到一下子 他就昏死过去了 他被找到的时候 已经是隔天了 不过还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可是 他说 那一刹那 当他看到那一只东西的时候 他以为他没命 一定 是你 他以为他没命 可是 其实 为什么会看到他 他那边 就是有东西 从他的酒店 冲出来 是因为 那一天 很多肉 很多 因为其实菲律宾人很喜欢吃猪肉 就很喜欢吃那种 猪胶 或者整只烧猪 他们特别喜欢 他就买了好几只猪在房间里面 所以这一只东西 就去他的房间 掉了一只出来 可是 这种 这种东西到底是 魔 到底是鬼 还什么 没有一个说法 可是还好他 倒住了一条命 对 还好他没有 这是让我想象的 日本有一个 有没有听过我列追你 有 有一点类似 对 他会问你 我美吗 哈哈哈 你会知道他这个故事 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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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你自己来形容 为什么用我自己来形容 我会这样子 哈哈哈 就是有一个女的 她在日本 然后去整容 结果整容失败 就是嘴被越剪越开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你们问任何一个日本人 他们都问 你这很有名 对 所以他们是听说就是在路上 如果有 你看到他 你快点跑 可是其实你跑 你跑不过他 因为他很会跑 所以他追得到你的 但是他就会问你 我美吗 其实 就像Sherry 会问我 她美吗 我只好讲王 塞 我是很美的 不用问你们 我知道 哈哈哈 所以他会问你 因为他自己已经觉得我都毁容了 因为他自己已经觉得我都毁容了 你讲我美 你在敷衍我吗 可是你讲我不美 我也不爽 那他说还好 他就给我想一下 对吗 你没有想 他就把你的嘴这样 撕裂 撕裂 撕裂你的嘴 其实日本 你假如 你去稍微的看一下整个日本 尤其是现在的东京 他其实是奇门遁甲 他是一个八卦 他们讲说整个日本的神社 其实是拿来镇住他们 你面的妖魔鬼怪物 所以整个日本本身 是很多灵异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他们的隧道 住房 学校 似乎全部都有灵异朋友的存在 所以假如你们去到日本 你们碰到一个不要太过慌张 他本来就是跟我们人类共存 他本来就在那边走 所以很像我们所谓的白鬼夜行 就是晚上一百多种鬼一起出来夜行 也是源自于日本的一种文化 所以日本本身是相信有这些灵异的存在 所以打个比方 我也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道 我觉得很恐怖 我们看过日本娃娃吧 有没有线上的朋友 会觉得日本娃娃很可爱 你觉得可爱吗 不可爱 日本娃娃 日本娃娃在他们的很多文化当中 扮演着非常居住轻重 女儿节的那个吗 不是他是比较大型的 然后也是白色的 而且这个酒店他们最特别的地方是 他在他们的柜台那边 就是他的Lobby那边 有很多这种超过百年的日本娃娃 就是一尊一尊放满了整个Lobby 可是这间Lobby假如说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去的话 你每个时间你去到那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日本娃娃的头 似乎动了一点 可能你在一点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头是这样的 四点下去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都察觉到他有异样 而且甚至有人跟这间 因为他不是所谓的真的那种很高档的酒店 他是比较像是一个民宿 就是一种比较小型的一种 我们叫做客栈 他们有反馈给那个负责人 可是负责人的回应是 他们都是有生命的 而且很多时候假如说你们到了日本 你们看到路边有很多小迷 小地在网 千万不要去提他 小地代表着一个在网生的一个 就是有些时候你会看到满山的小地在 这些都是还未能出事就死的小朋友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是通灵人 所以我们去到日本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每样东西它都有带有一点灵性 甚至他们相信碗和盘 甚至厕所都有灵性 很特别 很特别 所以你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害怕 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所以当我们不了解很多未知的东西 就导致我们会去恐惧它 就会胡思乱想 可是当你比较明白的时候 当你去比较尊敬它的时候 就会跟它一起共存 打个比方我们去到泰国 泰国也会给我们很诡异的 因为我小时候听到的泰国就是 就会做降头工头 就是有坏女人 对吗 可是当我渐渐的长大 其实去泰国不是被女人用降头 来迷倒那些男人 而是泰国的女人比较温柔 所以那些男人去到那边他们不想回 因为跟新加坡的女人相比之下 他觉得泰国女人比较温柔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用附近话来讲 其实你换个思维 其实当时的泰国女生 她是比较服从的 她是比较愿意去服从他们的男人的 所以我们新加坡男生去到那边 他们就会觉得我就是王者 我是王者 我讲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很多男的去到那边就不想回来了 因为与其在新加坡 跟一个会跟她一起 争论的一个女人 倒不如我在泰国一个千一百岁的女人 其实不只泰国 印尼 越南也是 越南不是 越南是那种很屌的 很屌的要你买名牌的 不一样 我都可以讲到 不过讲到泰国 泰国毕竟神佛也特别多 鬼怪也特别多 尤其是在泰国 你不管是大小型的酒店里面 他们都会有一些拜拜 甚至有一些房间里面 你不要讲那些五星级的那种国际酒店 一些比较小型的 甚至房间里面 他都有一些小小的拜拜的东西 你去注意看都会有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佛像 所以这种东西当你们住进去 你们感觉到不是很舒服的话 也无所谓 你只是住在那边两三天 住完了就算了 而不要去故意去移动它 你会闯祸的 真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 所谓的鬼怪也好 阿飘也好 他们其实都像你们所讲的 精髓不犯合手 他也知道你只是过来住个两三天 然后住完了 你还是会把那房间还给你 对 对吗 所以尽量还是保持那个尊敬的心 那么你想 对 马克思讲在泰国找女人 要先逼她们开口 才可以确定是不是女人 你一定是找过 不然你知道 文药也讲了 新加坡也是有温柔的女人 阿飞找到了 你找到是吗 Sherry不是其中一个 ok我是富人柔 哈哈哈 所以人家吓到这边 唐古真的 然后这样讲话 哈哈哈 我吓过很多人了 不要紧 还有没有什么灵异故事 我有一个 你有吗 我都讲他们说今天讲好久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要吗 不要我就现在马上看好 这是福利的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集了 对啊 对啊 我就刚才讲最后一个 那时候我就 其实这个不是在 我自己砍掉了 想最后一个 哈哈哈 我自己砍自己的最后一个 因为我已经摸 那这个我就没有了 然后没有故事了 对对对 可是这个是不算是酒店 是在朋友的家 但是我就无定山的时候 我就住了一个朋友的家 然后我朋友的家是很有 那种很像你讲的 那种小小的风向 然后我不知道 我对什么东西比较敏感 所以我就一住进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为什么他给我睡的客房 很很很很很高位 可是就讲 哦 高位是高位啊 我就是很奇怪 什么字啊 高位啊 而且不是高位啊 不要紧 不要紧 我们等一下来证实一下 哦 高位是什么 什么语言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下来都在用 然后就感觉到有点高位 可是我就讲不上是哪里不舒服 就一直躺在那边的时候 就感觉到 就很整身就不舒服了 然后我就隔跳 我朋友说 你刚去的房间 为什么我整晚都 比较不大的慕眠这样子 我就说 哦 你是不是有那种 我就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辣板 应该啦 应该是我可以感应的 他就说 因为他整家都有那种 都养那种东西 所以小鬼 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 他就有那种 所以我才一直会感到 因为你感觉得到他们的磁场 所以当 因为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会感觉很不舒服 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有办法吸收到他们的磁场 所以当我们的磁场 和他们的磁场交集在交错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不舒服 对 然后我一直闻到血的味道 嗯 我觉得是不是我不小心割到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直在找 哇 不过其实 其实这些所谓的古曼童 这些他们假如有专人在 呃 养的话 基本上还好 不过 我还是奉劝大家进去吧 这种东西是不要去 真的 不要去动它 因为毕竟他们 是 呃 反 藏你的 他就是不自然的 嗯 所以 还是 成规成途 那些 往生的 还是要让他们好好的离开 而不是把他们 对 印留下来 然后帮你做一些事情 对 因为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嗯 还有吗 Sherry 有人想听鬼上声 其实我我听过一个 嗯 还上过新加坡的报纸 真的吗 真的真的 Seagate 知道吗 这个我可以讲了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Factory 是非常恐怖的 一大堆的故事 我妈妈就在里面工作过 以前啦 哈哈哈 然后这个鬼上声的 这个 这个新闻 嗯 它是集体 集体员工 鬼上声 然后 就是晕倒 什么 然后他们晕倒 其他人就 在扶他们起来 什么 把我们的厕所弄脏了 因为 哈哈哈 真的 很多人 我觉得是被Sherry鬼上声 塞了 OCD 哎 他突然就这样子 对 那个很久前 好像 应该 那个新闻应该有十多年前了 对不对 那时候你还很小 对咯 那还很小 这不是重点 哈哈哈 因为很多人 就是女生厕所都比较脏 这样来东西之后 然后 没有弄好啊 没有 很脏的 其实有时候女生很脏的 对 对对对 然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因为他们真的 口吐出来就是这些话 就是我们的厕所被你弄得好脏 嗯 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鬼上声啊 然后啊 讲完了就再次晕倒 这样子 嗯 那就是特地起来跟你说厕所 其实觉得他们可以 可以找这些安票来做那种清洁大使 哈哈哈 就是 推荐 预计 预计 后来真的大家都不敢了 请好好包起来 其实可能我觉得是那个公司的一个 一个 一个市场 对 然后全部的工人 不敢再弄张厕所 我觉得很聪明 不是啦 他真的是很合格 他们还有很多故事 对就是那边很很阴暗 其实 不管是什么地方 假如他很大的话 很多空间的话 嗯 他都可能会有 而且再加上 假如说那个地方是比较 阴暗的话 他更会是 呃 会 招惹这些阿飘好朋友 呃 讲到这个我就 不禁想到另外一个 酒店的故事 这间酒店哦 其实 呃 他非常的大 他不在新加坡 ok 是 其实 他不在新加坡 他在香港 嗯 他在香港 他一看出去 就是很美的那个 哈勃 他们的那个 就是海景 ok 而且那边就是上游社会的人 会 会住在里面的 他start with the letter p ok 嗯 嗯 他很很美的 他真的很美 而且 呃 呃 我一直想要住进去了 嗯嗯嗯嗯 我也 那也不容易不 不容易不 呃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的 其实 从来没有人说过那边有闹过这首灵异故事 嗯 我觉得啊 我觉得是 他自己 他自己带进去 嗯 他自己带 嗯 因为 为什么我会觉得是他自己带进去 是因为 呃在 呃在 在他在逛那个 那个 那个夜市的时候 嗯 他走到了 他去了一个 因为他人有三级嘛 他要去上厕所 ok 然后 他就进到了一个小巷 嗯 就是你懂 那个香港的地方都是很 很 很脏的 很黑暗的 他就进到一个小巷 他就要去找厕所 当他走到那个厕所的时候 他看到厕所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影子 嗯 然后他也不顾啦 他就 他就在旁边的那个cubicle做完了 他回头一看 诶 那个影子不见了 他不见了 然后 他那天晚上他就回到酒店 他整晚睡觉的时候 他就一直 你懂 睡觉我们之后 就会关着眼睛 他就感觉 感觉 刚才他看到那黑色影子一直站在他前面 哦 在他闭着眼睛 对 站在他前面 然后他一把眼睛睁开 什么都没有 直到大概凌晨4点多的时候 他被 他其实已经睡着了 他被一股非常 重的一股力 推醒了 哎呦 就推醒 他一睁开眼睛 他发现 那个时间是4点44分 哦 哦 被骂的时间 他就不敢再睡了 哦 他真的就不敢再睡了 然后 隔天 他就去了一间庙拜伴 嗯 之后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 当他跟我讲这个的时候 我说应该不是酒店的问题 而是当你去 那个比较潮湿 比较阴暗的地方 你不小心把他带回了酒店 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那只东西还在酒店里面 嗯 嗯 所以有些时候啊 你们去酒店 你们发现酒店有东西 不是因为酒店本身有东西 而是你们在逛那边 的地方的时候 不小心把他们带回去 哎呦 所以不要什么事都怪酒店 真的真的真的 嗯 可是有听过呢 酒店为什么叫hotel hospitality 嗯 以前都是医院 嗯 对 所以医院肯定有人死了 所以每个酒店之后都会 那个hospital convert去 呃 我是清楚是吗 不知道 哈哈哈 太恐怖了啦 是吗 大家你们google告诉我 哈哈哈 不过 讲到酒店 大家去酒店的时候 还是要 保重 保重自己的 啊 个人安全 我觉得 灵异朋友固然 会 让我们很 很小 小害怕 让自己的 个人安全更重要 嗯 因为啊 有些地方人身低不熟 而且有些地方的治安也不是很好 嗯 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 真的 要保保障自己的安全 嗯 看到那种坏人 不要怕骂回去 我就是这样 哈哈哈 坏人你骂 哦 我一定骂一定跑啊 哦 然后找看有什么人 有人欺负我 真的真的 在香港啊 台湾啊 中国都遇过 我可以知道吗 不会骂 哦 因为要先骂他嘛 让他知道 我不是好欺负的 哈哈哈 你跟Sherry出门 就有那个保障 哈哈哈 一定先砍Sherry的 哎 一定先砍Sherry 可是他会知道 哦 Sherry喊得很大声 所以一定要把Sherry 砍掉这样 在啊 哈哈哈 还有没有什么 好啊 最后的我们已经来到了 12点20分了 对 大家还有吗 有一个人在线上 我们的一个粉丝 她说 她的朋友的老婆 被一个Sherry上了神 然后她每天 然后她每天 对 上个礼拜而已 可是她每凌晨3点 她老婆就会起来 然后就会站在那个厕所 厕所的corner 对着墙壁 然后就会一直这样 Sherry咧这个人 哇 That's right 会是梦游吗 还是真的是 应该是那种 那种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看 每次三点 不一样 对啊 你会 你会发现说 身体已经被另外一个力量给 给 就是控制了 然后你是知道的 你梦游你是不知道 可是你被上的时候 你就被上 很难听 我不是 被上身 对 我讲了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不是就献自己的结果 他突然一笑 我在写什么事情 哦 不敢做 被上身 对 是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也是知道的 是吧 知道可是你却没有办法控制 对 嗯 嗯 好啦 这样吗 好不好 大家应该听过瘾了吧 我们已经加 加20分钟 他们说 希望有下一季 一定会有下一季 我希望有周周一起 真的不是我讲的 Alicia你讲的对吗 Alicia一个人不算 没有 还有其他人都讲 假如周周周可以开口讲话的话 就会有她 哇 今晚她就跟你讲话 我的周周 她跟人心里相同 她听得懂你们讲话 虽然她开不了 她听得懂了 她会讲 要咧 来 真的 这样伤心 也讲了就要给她了 哈哈哈 等一下要不要 呃 下楼吗 什么这种 哈哈哈 你们想多看她 你们可以follow我的IG 对 N O R E L 假如只想看她 不想看Sherry 还是可以follow她的IG 哈哈哈 也是可以了 哈哈哈 嘿 我要讲完了N O R E L L E Underscore C H E R I E 这么麻烦 哈哈哈 其实那个AMM也是有啦 有时候直播就看到很 嗯 因为她没有什么东西要讲 真的很好 能处出来 没有啦 像我在弹琴 她在旁边 等一下这样 欸 你要分享一个 有没有 我没有了 你的IG 哦我的IG 我的故事已经分享完了 OK 所以大家要follow我的话 就直接type我的名字Cynthia 然后我的姓名K U A N G 就有啦 我的很简单 阿浩我 哈哈哈 你就找得到我 阿浩我 所以我的整个世界就是这里了 哦 啊 啊 就这样吧 好不好 啊 啊 再过不久 我们又会五个人回归啦 哦 是哈 哈哈 五个人 就是包括我 Cynthia Zack Jack Howe 还有Joso 我们五个人 哈哈哈哈 我在哪里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在哪里 哈哈哈哈 可以的 Joso要我在的 他不会一个人买的 都不会一个人 嗯 好 以后我们会有另外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现在只是希望说 呃 用可能一个月的休息的时间 嗯 来安排一下 接下来的一些节目 刚才有人有人讲可以做个program 啊 介绍hotel 哈哈 你要我们被全部hotel封杀 哈哈哈哈 一看到我们就哎 sorry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做太多了 对啊 对啊 不过假如今天还看不过瘾的话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 礼拜二 我又会去另外一个地方走走看看 这一次我会去巴西利公园 嗯 听说那边很猛 我 对 还没有真正的去那边 呃 走过 哦 所以我可能明天我会在节目之前 我会去那边 先 尝试一下 嗯 然后 礼拜二的特别嘉宾会是谁呢 礼拜二你们就会知道 我礼拜二才知道 嗯 礼拜二就会知道 嗯 好就是这样 嗯 嗯 再过不久 我们又会再见面了 对对对 谢谢大家这个几个月的一直支持 真的 很感谢大家 对对对 也很感谢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持人 美女啊 还在等美女 还等好久了 不是没有看 你等什么 他公认讲你是美女的 他也不知道他讲到 也谢谢我们的那两位帅哥 那两位嘛 所以 再过不久真的我会回归 然后我们会找一个恐怖的地方 一起坐在那边 一起讲鬼故事 好 到时候可能我更瘦了 哎 你们会不会期待 会会 假如他瘦的话 瘦 有瘦就可以一公斤也是酸奶 哈哈哈哈 ok明天 Sherry将会把他现在的体重给公 那我不会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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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瘦还是 看我的脸啊 哈哈 现在是美图了 可以美图 啊这样子看 现在没有美图了 现在看到我的手臂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手臂就是粗咯 没有很粗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就不要这么 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 晚安 谢谢晚安 拜拜 祝你 Halloween 晚安 拜拜 我们下午 在沙 attract 我们下午